好吃到转圈圈的21道花样美食简直绝了 第一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啤酒鸭腿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只鸭腿 把鸭腿放到碗中 加入清水 把上面的血沫和杂质给它清洗干净 把它拿出来放到案板上 接下来把鸭腿给它剁成大大的小块 把鸭腿放到一个大点的碗中 一块生姜 切成薄片 一根大葱 切成薄片 一些大蒜 切成蒜粒 一把小葱 把葱叶和葱白分开切 葱白切成葱花 加入一把花椒 一点干辣椒段 准备三个八角 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圈 小米椒全部敲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大葱和姜片放入锅中 给它翻炒一下 把姜和大葱炒香 炒香以后把鸭肉放入锅中 炒香以后将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 接着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把它们炒香 炒出花椒的味道 把大料炒香以后 把姜蒜末全部放入锅中 这里我们要开大火快速地翻炒一下 把它所有的大料炒香以后 把鸭肉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一下 这样鸭腿炒出来就特别的好吃了 倒入一瓶啤酒 一勺生抽 一勺食用盐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一下 用啤酒给它煮一下 盖上盖子焖个40分钟 最后加入一勺蚝油 少量的胡椒粉 99粒鸡精来快速地翻炒一下 一道鲜嫩又好吃的啤酒鸭腿就做好了 第二道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道 香干豆腐炒韭菜好吃的做法 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几个香干 倒入清水 洗掉表面的杂质和脏东西 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放到菜板上 用刀将香干切成薄片 厚度大概在两毫米左右 香干切好以后 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将五花肉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 将它装入小碗里面 几粒大蒜 将大蒜切成薄片 几个红辣椒 切成小块 红椒切好以后 也将它装入小碗里面 一把韭菜 切成小段 接下来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开以后 下入刚才切好的香干 焯一下水 用漏勺把焯好水的香干给捞出来 香干捞出之后 起锅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 下入刚才切好的五花肉 开中小火 快速地翻炒 把五花肉炒香 炒出它的油脂 炒至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把香干也加进来 炒干它的水分 香干炒香以后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老抽 快速地翻炒 炒至上色 接下来把刚才切好的大蒜也加进来 翻炒几下 把切好的红椒也加进来 炒至断生 最后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一点点蚝油提鲜 继续地翻炒 把调料翻炒均匀 调料翻炒均匀以后 加入一点清水 简单地翻炒几下 把韭菜也加进来 把韭菜炒至断生就可以了 就这样我们的韭菜炒香干就做好了 第三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炸蘑菇了 就和我这样做 酥酥脆脆 比小酥肉还好吃 首先蘑菇四成小条 加少许食盐抓出水分 再用我的手给它攥干 烘碗里打入两个蛋黄 一小包小酥肉 脆皮粉适量清水 调成拉四酸奶状 加点食用油 这样调出来的脆皮糊 用来炸大虾炸酥肉都非常好吃 把香菇裹上面糊 油温五成热 锅炸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再撒上一把烧烤料 吃起来更香 想吃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四道 天气越来越冷了 给家人做一锅白菜猪肉炖粉条吧 吃完身上暖乎乎 先把带皮的五花肉放入锅里 炒出油汁 加葱姜蒜 八角 干辣椒 炒出香味 放料酒 生抽老抽 继续炒出酱油的香味 放入 软加入适量清水 放点家人爱吃的豆腐 扣盖炖十分钟 再下入泡好的粉条调味 加盐鸡精 胡椒粉 十三香 再一次扣盖 小火炖五分钟 现在的粉条 吸满了汤汁 再撒上一把蒜苗 即可 太香了配上米饭 我都吃了三大碗 第五道 为什么朝鲜族人 做的萝卜泡菜 那么清脆爽口 而且非常开胃呢 其实做法呀 一点不难 首先把萝卜一切两半 一面斜着切 另一面顶刀直着切 最后改成我这样的弹簧状 暗五金萝卜 一两盐的比例 加少许盐 腌制半个小 十杀出里面的水分 再用清水洗两遍 用力攥干水分 放入辣椒段 和这个朝鲜族大妈 调制好的泡菜脚 通过均匀后 放入冰箱冷藏 酸甜爽脆 微微辣 不管是喝粥 还是下酒 都是一绝 第六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柠檬鸡爪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酸辣过瘾 一吃就停不下来 首先给鸡爪去掉支架 再一分为二 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去腥 焯水15分钟 捞出过一下凉水 口感更Q弹 然后放蒜末 小米辣 拍黄瓜 柠檬片 再来点香菜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泰式风味质 抓匀腌制两个小时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鸡爪 酸辣过瘾 真的跟外面买的一样好吃 第八道 天气转凉了 又到了一年一度吃羊肉的季节 羊肉汤怎么做才汤鲜味 不扇不柴嘛 首先羊肉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橘子皮 适量的白酒 烧开后撇去浮沫 一定要用温水清洗干净 这样羊肉才不会那么柴 然后倒入锅中 放一包这个专用的羊肉料包 倒入适量的开水 小火慢炖个50分钟 然后放入萝卜 继续炖个10分钟 是不是很简单 羊肉汤这样做 汤鲜味美 羊肉不扇不柴 特别的好 第七道 万万没想到 生菜这样烫一下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不仅做法简单 且全家都爱吃 首先水中加一小勺盐 搅拌匀化开 但盐水能有效去除杂质 泡出蔬菜里面的虫卵 浸泡10分钟 这个时候你可以张大嘴巴看看 里面都是脏东西 水开加盐和食用油 这是青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烫十几秒捞出 整齐的摆入盘中 空碗中放蒜末辣椒丝 用热油抢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白灼汁 它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晕了直接淋在生菜上即可开吃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 第九道 告诉你哦 以后要是想吃自然鱿鱼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做法简单 麻辣鲜香 由于一定要开水下锅 加姜片多点料酒 少焯水一分钟捞出 油热把姜蒜小米辣炒香 再加一勺香辣酱继续炒出香味 倒入鱿鱼调味 加盐鸡精 生抽老抽 耗油大火翻炒出酱香味 再放青红辣椒 洋葱丝翻炒至断生 撒上滋然 粉活一把芝麻即可 香辣入味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十道 颜色红亮诱人 做法还非常简单 煮熟的五花肉 用牙签扎满小眼 再抹上酱油或者蜂蜜上色 冷油下锅炸 这样就不会泵油烫伤了 炸成焦糖色 捞出用开水浸泡 这一步是其虎皮的关键 再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 加姜末 食盐鸡精 白糖 13香 耗油生抽 老抽翻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肉皮朝下摆在碗中 抓两把这个绍兴梅干菜 放入碗中 只需淘洗凉 便摆在肉上 淋上腌肉剩余的料汁 放入蒸屉 上汽蒸一小时即可 这样做的梅菜扣肉 肥而不腻 软爛入味 比饭店的还好吃 爱吃的一定要试试 第十一道 包菜这样做 当个早点小配菜 真不错 酸甜辣爽口 记得点赞收藏 包菜首选发率的 吃起来口感好 中间切开 去掉根把叶子 一层一层地包开 老一辈的人讲话 手撕出来的菜好吃 撕成碎片 放入保鲜盒中 撒入适量的盐 搅拌均匀 把包菜腌塌下来 包菜塌下来后 加入蒜姜片 红辣椒加入白糖 三勺白醋 二斤的凉白开水 腌制两天 就可以冷藏起来了 酸甜辣开胃真不错 第十二道 夏天不想吃饭 那就试试这个酸辣面 酸辣开胃 冲击到你的味蕾 碗里加蒜末 葱花 辣椒面 芝麻最后浇上热油 烫出香味 再来点生抽陈醋 加点盐和鸡粉备用 开锅下入面条 面条煮熟后 加入小青菜 咱们舀出面汤 倒入调好的料理 搅拌均匀 然后把面条放进去 放点酸豆角 花生碎 来点黑豆腐丝 撒点小葱花 点缀一下 赶紧试试吧 第十三道 真是没有想到 鸡蛋还能这样好吃 你以为蒸的鸡蛋糕就错了 碗中打入七个正经的母鸡蛋 然后打散 加入盐鸡粉 加入五香粉 加入黄豆酱 生抽色拉油 一勺清水 加入青红美人椒 撒入小葱花 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笼屉中 盖上盖子 上汽蒸十分钟 酱香浓郁 口感细腻 又是一道下饭菜 第十四道 炎热夏季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想吃腌萝卜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酸辣爽口 越吃越想吃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首先将白萝卜切成薄片 加一勺盐拌匀 杀出水分 你记住啊 用这个方法不需要洗去盐分 这样更容易保存 蒜干水分 加姜丝蒜片香菜根 青红椒调味就更简单了 倒入一包爽口醋爆汁 这个醋爆汁是大厨按照比例调制好的 其他调料都不需要放 拌匀腌制二十分钟就可以开吃 酸辣爽脆 特别下饭 赶紧试试吧 第十五道 我告诉你啊 猪脚你不要总是红烧 这个季节你像我这样做 酸爽开胃不油腻 把超过水的猪脚冷水下锅 加葱姜花椒料酒 盖上锅盖煮至软烂 捞出来放到冰水中浸泡一下 这样吃起来更加爽脆 放鞍唇淡 蒜末小米辣 几片柠檬 好吃的关键 倒入两包泰式风味汁 抓拌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吃 这样做的猪脚 酸辣开胃 赶紧试试吧 第十六道 我告诉你啊 蒜台以后你就像我这样炒 好吃下饭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切好的蒜台放入盆中 加入一小勺盐拌匀 腌制五分钟 这样蒜台炒的时候熟得更快 更容易入味 而且还不辣 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把水分控干 锅中油热 下入肉末 马上调小火把肉末炒散 这个时候火大 肉末容易粘到一起 变成丸子 把肉末炒出油脂以后 放入姜片炒香 这样炒出来的肉末吃起来 才会更香 调味只需要放一包香味小炒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用这个酱你也能做出大厨的味道 翻炒均匀 放入蒜台 能吃辣放点小米辣 大火翻炒两分钟就可以出锅 蒜台你就这样炒 好吃下饭 招待客人 这就是拿手菜 赶紧试试吧 第十七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干锅包菜 你就像我这样做 香辣入味 做法特别简单 做干锅包菜 包菜一定要用手撕 这个干子留着过年吃 油热下五花肉 把五花肉的油煸炒出来 这样才香 然后放蒜片 干辣椒炒出香味 后再放包菜 边炒边用勺子压一下 炒到这种翠绿色就可以了 调味只需要放一勺川味干锅酱 再翻炒均匀 在锅边淋上一点陈醋 最后放点青蒜叶 大火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特别简单 赶紧试试吧 第十八道 下次鲁鱼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只需要六分钟 就能吃到又鲜又嫩的鲁鱼 首先把收拾干净的鲁鱼 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放葱姜丝 一勺盐加入我家的清水 腌制十分钟 使鱼肉更加紧实鲜嫩 这个方法你可要点个小红心 收藏好了 洗净后放姜蒜 加入一包骨质王调味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碗中铺金针菇 摆上腌好的鲁鱼 蒸锅上汽蒸六分钟 这不就好了吗 撒上葱花 泼热油呛香 鲁鱼你就像我这样做 鲜嫩多汁 学会也是你的拿手菜 赶紧试试吧 第十九道 下次你去菜市场遇到茄子 你就拿回家 像我这样做 又酥又脆 大人孩子都爱吃 先准备一碗肉馅 加姜末葱花 盐鸡精 生抽 蚝油 再打入一个正经的鸡蛋 用筷子搅匀 茄子像我这样用削皮刀削成薄片 中间抹上肉馅 像我这样卷起来 卷成这个小样 碗中倒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加入和粉一样多的清水 干了就加水 吸了就加水 调成酸奶状 最后加点食用油搅匀 这个面糊不管是炸鱼 炸排骨都特别酥脆 将茄子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 调中火下锅炸 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 外酥里嫩 特别好吃 赶紧试试吧 第二十道 我告诉你啊 就这样又酥又脆的油条 不用非得去外面买 自己在家就能做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你只要在盆中打个蛋 加五克盐 十五克食用油 两百三十克温水 用筷子搅散 再喝一斤 就够七八个人吃了 先用筷子 活成面絮 再用我白嫩的小拳头 用穿面叠面的手法 活成面团 用我的方法 还不粘手 然后抹上一点油 盖上保鲜膜 静置十五分钟 再用穿面叠面的手法 活成光滑的面团 抹上一点点油 盖上保鲜膜 醒半个小时 面板上抹油 把醒好的面 按住一头 另一头往外撑 边撑边按 按成一厘米厚的面片 再用刀切成三厘米宽的条 拿起一个脸 对脸合到一起 再用一个手指头 在中间按一排坑 下锅的时候 轻轻撑一下 油温一百八十度 调中火下锅 炸五秒钟 飘起来就行 然后不停地翻个 越翻越大 炸到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 这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特别简单 学会了你也能摆摊了 赶紧试试吧 第21道 看好了 羊肉这种神仙做法 你一定没见过 这样炖出来的羊肉 不腥不腮 八块一斤的羊排 多成大块 冷水下入锅中 加入半杯白酒 煮开后 把浮沫打掉 把羊排捞出 羊排一定要用温水清洗 这样炖的羊肉 才不会发柴 洗净后放入砂锅里 注意了 重点就是放着结干着 这才是羊排不煽不腥的关键 盘好后一起放入砂锅 加几个红枣姜片和小葱 家里有条件的 一次加满开水 中途就不用加水了 扣盖开小火炖58分钟 开盖撒上一点点蒜花 家里有条件的 加一把枸杞调味 加盐和胡椒粉 汤鲜肉烂 好吃又营养